大家好,又是我的港式多士,Brian 刚刚11月底,12月头,我去了茂尼克,撞着大雪,机场又停飞 但我在市场看了几个博物馆,也为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博物馆 它是一个爱车之人的胜地,它就是BMW博物馆 我们熟知BMW就是宝马这个牌子 其实它的传称是巴佛利亚引擎製造厂股份有限公司 巴佛利亚的工业相当出名,包括BMW、Audi、飘马甚至Adidas的总部都在巴佛利亚里面 其中BMW就在莫尼克起家 宝马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呢? 时间回到1968年,BMW正式进驻香港 它就改了一个中文名叫做宝马 原因是因为古代的时候,即是达官贵人都要用马来代步 所以宝马香车就是象征身份的交通工具 配合BMW就是一个买美车的形象 又呼应东方的传统文化 今天我们所知的宝马就是买车,即是绑车跑车为主 其实宝马在1913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以制造飞机引擎为他们的主要业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宝马就为德国军队制造一些军机引擎 所以生意就蒸蒸日上了 说到做车这件事呢,就是因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战败了 而他们标备禁止在境内制造飞机的 于是宝马就没有飞机做了,就是另觅一些出路了 于是他们就踏上了做电单车引擎的这条路 其实宝马的策略就很简单的,就是做快车 只要你的速度越快,那你的名堂就能够打响了 说回这个博物馆,它的内容就分为两个大的展厅 一边就是说电单车,另一边就是说房车,跑车 电单车那边其实那个动线就是不断慢慢地向上走 所以你就不会错失了任何的部分 如果你像我那样对电单车的认识不是很大,都不要紧 因为是宝马来的,有很多电单车都放在这里 一定是满足你的眼球的 我个人觉得宝马在设计博物馆的时候 都没有似着自己很有钱的,就是随便做了 它有些细节的位置都有注意到 例如电单车下面就有放一些镜子 你就会很轻松地看到引擎方面的位置 就是360度都看到车的细节 当然也有些电单车放在这里,让大家坐上去打卡 你说电单车那边就相对会历史向少少 它的展厅设计也像一个平常的博物馆 相对会低调一点的 另一边就是说房车跑车为主 跟刚刚电单车那边就是两个世界 一进来就有一些装置给你看看 很明显就是比较强调的现代感为主 除了放一些普通车,也放一些漂亮的车 相信大家应该更容易享受到 认识车的朋友应该就有更加深的感受 那些车就没有放在展柜里面 所以就是靠大家自律,不要碰 场内所见都有不少人被一只职员喝止 就是不要碰一部车 所以这方面希望大家都会注意一下 这个博物馆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车 以及整个社会状态的关系 例如这一辆在车头开门的Essecta 其实它就是很小的 而它的引擎也是用电单车的引擎 非常就真的 那它和社会有什么关系呢 回到1950年代 德国仍然是受 即是二次世界大战战敗之后的 经济萧条影响 所以大家,即很多家庭 其实都负担不起买车的这一件事 那BMW于是就没有餐饮了 所以灵机一栋 它们就在意大利 就买入了Essecta的制造权 加以改良了之后 就用一个非常便宜的售价去买这部车 于是这一款车就非常热 买了很多 成为一时之选 亦都是宝马带来不少的收入 乃德国看博物馆和历史景点 我觉得有个好处 就是它比英国便宜很多 亦都多很多东西看 一般的入场费 可能都是几欧元左右 这个宝马博物馆 它的入场费就是10欧 如果你给到13欧 就包括一个英文的导赏团 如果有去开欧洲或者英国不同博物馆的朋友 都应该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价钱 那BMW的规模 它们可以大挖金钱去做博物馆 其实它们的优势很明显 就是用车做展品 它们有很多 任你看 不过细心去看的时候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一些细节 例如它们展厅的不同的Gallery 它们的一些材质 颜色的运用 一些物料的运用 其实都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其实你看到它们 都有用心去设计整个展厅 令到你不会说 就是看得很容易就眼球疲劳 在博物馆旁边 搬过的天桥就是宝马世界 这边是放新车为主 亦都有些开车体验 眼花更加缭乱 如果去到我们的IG 我就用一条短片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关于莫尼克 其实还有一些知识 可以在下一条影片分享 最后这条影片就是COS 最近我们就重整了Patreon的等级 做香港历史文化是不容易的 希望大家会多多支持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